好 但是也不必氣餒 未來重新站起來 是 來 他說是負面選舉 我看藍營很多朋友就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我要提醒這個地方 在過去15年的 這個投票的傾向上面 民進黨大概在40% 到45% 46%之間 過去這15年 國民黨呢 大概是在53到57之間 其實長期以來 這個地方都是有很巨大的差距的 這對於民進黨來說 是艱困中的艱困選區 所以我剛才聽燕修姐說 這一戰對國民黨很艱困 我剛才想說 這不是是民進黨的艱困選區嗎 怎麼會對你來說是很艱困 可是確實在一開始 賴主席剛上任 1月18號上任以後 馬上就指派黨中央12名幹部 我記得在2月初就進駐南投 其實當時我們就是把 非常非常審慎的把這個地方 希望能夠翻轉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不是打贏 這個地方叫做翻轉 尤其是賴主席在這一個月之間 其實到了南投9次 其實是9次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延續 那這對賴主席接下來 不管是這個黨政的往下走 或者是競選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強心針 是 是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在接下來 下幾個回合再繼續較量 但我是覺得不一定要說 這是負面選舉 因為坦白說 林明珍在這段時間的負面爭議 連國民黨都辯護不了 好 讓我們進一下廣告 謝謝 謝謝 謝謝